在店员的指导下 患有唐世正的小评级小杰 忙碌的装起了豆花跟豆浆 还有招呼客人 当起豆浆店的一致店长 比起动作 反应都比一般人是卖上了许多 更缺乏自信 但他们还是鼓足勇气 来面对人群 第一次来 第一次 会不会有点紧张 有点 你刚刚做了什么工作 收...收衣堂 收衣堂 你希望来这边工作 希望下次可以再来吗 下次再来 多花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 那也不是每一个职场都有 都有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去训练他们 帮助他们 他们学习的所在和主管 从事都比一般人更不俗 所以说我们取自于社会 用自于社会来广结善言 接下来我们还有同情心和同理心来帮忙 从南部齐家的豆浆店 是以一番榨豆浆的农村口感来抢供市场 更结合了芝麻、杏枕等多种口味 而让消费者可以有多样选择 而店内豆花也是夏日的人气首选 最近进军到中台湾 插旗中国医药大学的美食政区 这一天是邀请了唐宝宝担任店长 也捐出当日所得给唐市政基金会 回馈社会 透过一致店长的体验来增加心智障碍的唐宝宝 职场服务经验 而业者也会长期的结合工艺 让爱心豆浆的人气美味能够持续飘香 这点交话台中采访不到